说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死环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 日边来 念这么一首李太白的七绝 咱们是接演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这回说到第26回 说为什么念这首李白的七绝呢 上回书咱们就说到这 上回书里边念了一句 没念全诗 天门中断楚江开 这是哪 这就是牛主 长江入海之处 又叫采石机 明英列里边有 长玉春大战采石机 就在这 所以长江入海自古之士 兵家必争之地 大江滚滚东去 就在这 孙策 和这个刘瑶的前锋叫张英 在这牛主滩上 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就在这滩上 是一场大战 张英啊 带一万人马 人马是只带了一万 军粮带了得有十万壶 兵精良族 就在摊上 会战孙策 张英坐下马 掌中 什么呀 三尖两刃刀 扬捡的兵人 两军队员 张英振前叫骂 上回书 咱们说在这儿 孙策的营中 门棋之下就闪出老将黄盖黄公赋 坐下马 掌中 一对钢鞭 催马轮鞭 只取张英 二人就站在一处 站不了十几个回合 张英啊 突然之间就听得本阵之后是一团的大乱 乱了赢了 回头关去 就看本阵后边大营里头 浓烟滚滚 烈焰飞腾 大营怎么烧起来 老窝烧起来了 这可怎么办 张英兵无战心 没法打了 一圈马往后就败 孙策一看 黄盖是将场之上得胜 把大枪空中一招 我兵我将与我杀 黄公赋催马在前 孙策周瑜周公锦 率领他这三千兵 如狼似虎一般 兜着张英人马这么往下 这一冲张英就溃败 人马收拾不住 就弃了大寨 奔入深山而去 就弃下了这锣骨帐篷 粮草 滋重无数 十万壶军粮 在这就扔给孙策孙伯福了 张英带一万人 让孙策呢 逮了多少呢 得逮了得有四千人 四千人原地投降 剩下那堆人 跟着张英 就跑了 孙策就站住张英的大寨 一清点兵 好 降族无数 又得了这么多的 资重 还有兵人 还有军粮 高兴 还问呢 说刚才在阵前 我黄老将军 与那贼手 交马不刀 数核 就看见远处 这贼兵 这营里边 突然之间 浓烟滚滚 烈焰飞腾 那烧起来了 这后营 他们怎么烧起来了 有人来报 说主公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说咱们在前面跟他打起来了 后边啊 有两位壮士 带着数百人 就从其营后就偷袭张英 抄了后路 抄了后路了 到了张英 大营里边就点起一把火 就给他大营给烧了 这张英回头一看 营里边着火 才无心恋战 这才有这么一场大败 所以咱们这大盛呢 这两位壮士鞠躬之尾 呦 赶紧是请上仗来 兵足下去 请进两个人来 书中按表 这两位 日后东吴的名将 都是九江人 一个叫蒋钦 一个叫周泰 嘿 俩人进来 冲着孙策 举手大功 说孙将军 说我们啊 干嘛的呀 我们是扬子江心 的盗贼 江阳大盗 江阳大盗 天天在这个大江之上 劫富济贫 我们在这好些年了 生逢乱世 不得不如此 久闻将军之父的威名 长沙太守 吴城侯 孙坚 孙文台 大伙一听 都挑大拇指 听说将军带数千兵马 自寿春过江 来这创江东的事业 久闻人言啊 将军啊 礼贤下士 正是一朝的英主 我们哥俩没别的 带着我们这帮兄弟 愿意从今天开始 就投奔将军 共创大业 孙策已经太好了 这个蒋亲周太 就各封为校尾 这俩日后 在周渔周公敬 帐下 包括后来 在孙权帐下 就立下无数的战功 东吴的大将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因为呢 您后来 您无论是看电视 您是看书 还是听书 这东吴的将 只要一派兵一派将 是出来就一对 就俩 俩俩这么一出 你不像诸葛亮派将 诸葛亮派将 云长 你帅三千兵 怎么样 义德 你帅三千兵 怎么样 子龙你帅三千兵 有一个人就独当一面 东吴这边不 你无论是周渔 后来鲁肃 再后来吕蒙 是吧 还是孙权自己派 只要派 就是一对 这么一对 一对一对来 成苦慌慌 你们俩一路真麻 丁凤徐胜 对 是不是 丁凤徐胜 这俩永远在一块 这俩人是长寿 到后来两位老将 您听到这三国的临委 就后半部的时候 丁凤徐胜 还见下不适的功勋 有这么一回书 叫丁凤雪中奋短兵 那时候须法皆白 老将丁凤 冲锋陷阵 那到后来 曹所都没了 这个 卫主曹丕 曹丕 法武 曹丕坐着大龙舟 顺长江而下 说破曹丕 徐胜 用火攻 那时候 徐胜 是这个东吴的 就是重要的统帅 丁凤徐胜 说这俩要出来 这俩永远一块出来 再往后 就刚才这个 这一块归降这二位 是吧 蒋青周太 哥俩一块 哥俩永远一块 都是扬子江心 江阳大道啊 多少年了 就一块 在江上截掠 这会儿是降了孙策 后来跟着吴侯孙权 无论干什么事 永远一块 蒋青周太一对 再往下谁 陈武潘张 潘张陈武 这俩现在还没降呢 回头就说到 还没出来呢 陈武潘张 对吧 这俩一块 潘张 潘张部将马忠 最后把二爷逮着了 派将他们俩一块 再往后谁呢 甘宁灵统 这俩也没归降呢 甘宁 也是长江之上 江阳大道 人送外号的锦藩贼 这个船上打这个翻 五彩的光滑 都是拿破布鸠的 什么色都有 所以叫锦藩贼 远处一看这翻 就知道上面有一骷髅头 还到来了 是吧 甘宁和灵统 灵统呢 跟着他爸爸 一块跪向灵统父亲 灵操 灵操谁呢 灵操死甘宁手里了 所以灵统与甘宁杀父之仇 但是后来 甘宁是不避前嫌 江场之上救了灵统 所以俩人是言归于好 到后来一派将 俩人一块出去 甘宁灵统一块出去 是吧 所以大家看这个 这个东吴这些将军 一出去就一对 一出去就一对 今儿就一对 蒋亲周太 就同来归降 一块来 孙策周瑜领兵 就在牛主大胜 这个谁 张英惨败 惨败 奔回取恶 面见刘瑶 在牛主打败仗 刘瑶气坏了 要宰张英 底下 各位将军谋士 这么一求情 告免 让这张英啊 速去镇守灵灵 牛主已失 牛主战略要敌 作为江上的险赛 这儿没了 刘瑶怎么办 提兵奔神庭岭 与孙策相聚 孙策和周瑜 带兵过牛主 也兵抵神庭岭 神庭岭好一座大岭 刘瑶的兵马 有大兵三万 是陈于神庭岭之难 孙策兵马 那时候是三千 带三千兵马过江 牛主一战 收服敌军四千 四千余人 这时候孙策 帐下得有个七八千人 孙策兵马 就沉于神庭岭之北 周瑜周公锦 就摆下这座大营 那真是好一座大寨 说有道是东百 卢叶点钢枪 西百月牙 喧花斧 南百马扎 雁灵刀 北百强攻 硬拔弩 说中央雾脊 岸沟沉 大厦杀气 四池五 原门射白 九公星 大寨 暗藏八卦谱 暗的是前朱雀 后玄武 左青龙 右伯虎 这是周瑜周公锦 摆下的大营 周瑜 真将才 有阵法 两军就在这神庭岭 一南一北相聚 孙策党起来 就命人啊 找来附近 叫土人 就当地人 老百姓 找来老百姓 跟这老百姓问 说这个 这神庭岭上 是不是有什么庙 老百姓说有 说有光武庙 汉光武留秀 孙策说 你看着了 您瞧瞧 我呀 正好是怎么样 我夜梦光武 我夜里梦见光武帝 给我托梦 你看看 这岭上果然有一座光武庙 我呀 必得上岭 去祭祀光武 张昭说别 张昭说这个 这个刘瑶兵马 就沉于神庭岭之难 咱们上了岭 万一碰见他们的哨探 碰见有营 有人在这个岭上 寻营 如果您带的兵不多 这时候刘瑶领兵是杀上领来 这叫身犯险帝 孙策说 我岂拒纳刘瑶 这是先帝托梦于我 夜梦光 我必得上岭祭祀 张昭说既如此 咱多带人马 不用 多带人马干嘛 悄悄的上岭 根本谁也不知道 我就带这几位 这个跟前的将军 程浦黄盖 这个蒋钦周太 就带这些将军 只带一十三计 就随我上岭 孙策孙伯福 加上他一共十三个人 上神庭岭 找这个光武庙 果然上德岭来 在一片宽阔地带 是有一座庙宇 这庙宇啊 还不旧 维护的还挺好 里边啊 你能看见啊 前些天啊 还有人烧香呢 但这会儿没人了 因为什么 两军是陈渝 这个 这大岭的南北 都知道 这儿要开兵建战 甭说 没人来烧香了 连河上都跑了 但是前两天一看啊 还有香火的这个痕迹 远远离一看 一座大庙 孙策下得马来 带手下这些上将 是进得庙来 进庙一瞅 火 看这庙 素的这 金身啊 真是不少 正庙 坐定一人 头戴冲天棍 身披 褶黄袍 腰际玉带 足灯 乌幽旅 哎 生的是长眉细目 脸上啊 有一块 朱砂红质 正是汉光武帝 刘秀 刘文书 这个刘秀 这个 这个塑像啊 上垂手 一员大将 身穿亮银盔甲 素征袍 白脸堂 海下三缕的默然 底下有灵位 一瞅谁呢 汉福伯将军马园 福伯将军马园 马腾和马超的 这个先祖 再看刘孝 这个下垂手 这塑像 有一人 修的是 瓦面金塞 金甲绿袍 看底下 这灵位 大帅 邓宇 邓宇边 还有一人 也是亮银盔甲 素征袍 三缕默然 看这灵位 副元帅 寇勋寇子御 这是正面 刘秀在中间 上垂手的马园 下垂手 邓宇和寇勋寇子御 两边 还有云台大将 您要是听过 东汉这部书 都知道刘秀 手下云台二十八将 这云台二十八将 二十八个人 其实是包括 邓宇和寇勋 寇子御在内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两位 就还有 二十六人 上岸周天 二十八星秀 是正排的 里边 有名的上将 那像岑鹏 马武 姚七 这京西里边经常唱 三清姚七 还有这 贾富贾军文 贾富贾军文 可以说 在东汉演义 这部书里边 是投钩的上将 闯赢报告 拖长大战 肠子出来了 海达 在东汉演义里边 还有一个小个子 叫志军章 是吧 那没有 没在这个 没在这个 没在这里 这云台 云台二十八将里面 这庙里边 这金身 颇为的伟案 正面 这四位 两边 云台星宿 孙策孙伯福 一看 让人插上香 手撵着香竹 分于特尾 撩战群下败 就在汉光武 刘秀 刘文书的向前 就在这 拜见光武 心中暗念 说我 孙策 孙伯福 说如果 我能够 祭我 父之基业 将来 我创立 江东 成一朝 的人亡 地主 纵横天下 随我的心中之愿 到日后 我必然要归来 是重修庙宇 是再宿今身 就请光武帝 请光武爷 又我 因为说 说着这个不合理 确实呢 有不合理的地方 说这个 汉光武 刘秀 刘文书 那当时是 王莽 篡汉 见心 刘秀 是重建汉史 又有有汉 二百年的天下 说孙策 这时候 一阵的诸侯 到这闯江东 想建立一番基业 到后来 我要坐一朝 人亡地主 有不臣之心 不能往外说 但心里边 我是要奠定 我的霸业 你到这 你拜光武 像话吗 是 是吧 人家是汉皇 您在汉皇面前 扑通通 跪地磕头 你让汉皇保佑你 将来你建一番霸业 你成人王地主 像话吗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上啊 原本就是这么写的 逻辑上呢 你要细说呢 不太好说 但是呢 孙策 孙伯福呢 他来拜这个光武帝呢 也有他的道理 我总结 也有他道理 第一呢 从大汉来说 普遍就崇拜 这个光武 那甭说了 是吧 东西分两汉 来 你从高祖爷 刘邦盲荡山 斩博蛇起义 三载王秦五年破蜀 奠定大汉的基业 开有汉这一朝 这是刘邦 一届庭长 最终能有天下 二百年之后 就是汉光武 刘秀刘文书 重开天地 另辟乾坤 要没有刘秀 大汉就亡了 所以汉人崇拜刘邦 崇拜刘秀 这不用说 所以孙策 必然对这个刘秀 是充满崇拜 还有更重要的意见 什么呢 刘秀一代的英主 他年轻了 刘秀举兵的时候 什么时候 南洋举兵 那一年刘秀是27岁 打定了标语 说赴高祖之夜 定万事之秋 召告天下 要恢复有汉的江山 到三年之后 刘秀本来是跟着耕始帝 后来不跟耕始帝了 跟耕始帝撕破脸皮了 跟他打了 刘秀继位称帝 刘秀继位称帝 这个地儿 在河北邢台千秋亭 在这儿称帝 到后来才定都在洛阳 也就是说 刘秀27岁举兵 30岁称帝 开东汉的天下 所以刘秀 也是少年的英雄 年轻轻 创立这么大的一番事业 孙策闯江东 这书咱们说的这儿 咱们说的很清楚了 孙策这一年多大 21 孙奸死那一年 孙策多大呢 18 孙策21 周郎21 俩人加一块 42岁 这就要开辟江东的事业 所以呢 孙策内心 对这个光武留秀 不但是有崇拜 也有向往 而且俩人有共鸣 你也少年英雄 我也少年英雄 你30岁称帝 27岁举兵 三年时间 你称帝了 我今年21岁 我举兵 果然到后来 孙策 孙伯福 雷霆 万军之势 只花三年时间 奠定江东 陆郡 81周之基业 是 他也三年 就开定了 这基业 所以都是 这个 这个 少年英雄 所以孙策 要来这拜 光武 刘秀 从咱们这么一解释 也说得通 孙策 给刘秀 烧完香 身后 跟这些上将 也给光武帝 刘秀 烧完香 带着这个人马 从光武庙里边出来 手下将军们说了 主公 那咱赶紧回营吧 既然上了神庭岭 在这 这庙所在 是一片宽阔所在 再往上还有路 合不到神庭岭上 我再往上 到这岭 这顶峰这 我观看刘瑶 岭南的大寨 我合不上去看一看 主公 你要真到了这个岭 最顶端的地儿 咱们这十几匹战马 一上去 刘瑶的兵将在岭南 往上一看就能瞅见咱们 要看见咱们就十几个人 上岭探看他的营寨 他岂不派军马围住 这神庭岭 如果到那时 我等是如何下山归寨 刘瑶 无谋之辈 焉敢派山为寨 我只率这一时翻计 我上德岭去 我料他不敢前来 休要多言 随我上岭 孙策翻身上马 双足一点 邓 邓科 废物颤 这走马像一条线 也不管后边这几位 直奔岭上而去 黄盖 陈浦 蒋 蒋 蒋 周泰 韩灯 这些上将一瞅 好 主公先跑了 别废话 跟老主公一样 真是他爸的儿子 甭管那套 甭管我们本地 他现在倒是看见 12纪 就跟着孙策 直上神庭岭 道德岭上 就溃探 刘瑶大战 往下指指点点 那还有个看不见的 这岭 这海拔能有多高 又不跟唐古拉山似的 孙策 这十几纪 在这神庭岭上 一露头 刘瑶这边 就有探马看见了 看见没有 神庭岭上 有十几纪 溃探我军的迎战 你仔细看 这岭上这些人 穿着打板 一看 就是那边的 这个领军的上将 就不是普通人 而且骑着马上来的 赶紧是报告主公 有这探马 就奔进大战 禀报主公 说孙策呀 有人啊 就在神庭岭上 就探看我军迎战 远远的看啊 必是贼军上将 还有一人啊 坐骑白马 金亏金甲 背照红袍 据我们啊 在这个牛主摊上 和这孙策人马 动过手的 这些兵将跑回来的 据他们说 那不是旁人 那就是孙策 自己来了 在岭上 探看我军 孙策胆敢 就率这么点 人马上岭 探看我军迎战 刘遥还有点不信 刘遥还没说话呢 就在这时候 打左相 哗啷啷 假叶子 声响 就站出一员大将 口中高叫 主公 孙策 这泽子胆也太大了 胆大包天 竟敢十几计 在神庭岭上 探看我军 此时不勤孙策 是更大一何时 大伙回头一看 不是旁人 正是大将 太史词 太史词又出来了 刘遥一瞅 太史词 这个太史 太史将军 这孙策 他真敢带十几个人 上神庭岭吗 他那十几个人 必是给咱们看的 咱们在底下一看 就十几个人 你要真派人上岭 孙策 必有埋伏 这是个圈套 想诱惑咱们上岭 准是这么回事 我看这里边 太史将军 就没有那么简单 主公 你休要长他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他哪有那么多的谋略 前番 张英将军 带兵奔牛主 我就曾请命 主公 你说我呀 你说我呀 太年轻 你不让我去 以致将军 张英是损兵折将 这一回孙策 都到了掩盘桥了 就在这岭上 此时不上去 勤他 咱什么时候勤他呀 等待何时 太史将军 我还是那句话 你呀 太年轻 我不年轻了 孙策多的岁数 孙策区区二十出头 就敢兴兵进犯 主公 我已经33岁了 此时不建功立业 更待何时 太史将军 你33岁了 你来我这多长时间了 主公 我来您这 我从北海 救完北海的刺史孔荣 到您这 您让我来 已经两年时间了 哦 33岁 你来这投奔我吗 已经两年了 你31岁来的 那时候你不是已经走了下坡路了吗 太史斯文廷 双眉道树 二目元征 主公 何出此言 啊 我在那北海 坐下马 掌中这条枪 凭我背后 这一对短霸 宾铁脊 黄金贼 数万围城 啊 我闯赢报号到平原 请那刘备 刘玄德 前来相助 我这一番的英雄 北海上下 人所供之 那是公认的 谁公认的 喝 给太史斯给气的呀 哎呀 刘遥就是不信我呀 啊 太史斯 气的 啪这么一转身 伸手一撩这战群 腾腾腾就出德仗去 太史斯出去了 到大仗之外 您说怎么着 刘遥不让他去 别来这趟 不去也得去 出德大仗之外 伸手在空中一招 说哪一位将军 敢随我 上这神庭岭上 去擒孙客 说完左右这么一吵 一个答应都没有 没人去 大伙看着他乐 有病 主公不让去 你非要去 当真一个有胆的都没有吗 再问一遍 谁敢与我上领 去擒孙客 第二遍再问 还真有一人 三国演义原文里 这位都没写名 说有一位博袍小将 没名字 坐下马 掌中枪 往前这么一战 看太史词 是涌烈的非常 太史将军有胆虑 我随你去 好 有一个人 咱俩 也比我一人强 走 咱俩是上神庭岭 太史词 让兵士 圈过战马来 翻身上马 鸟船 得胜沟 摘下这条大铁枪 带着后边这员小将 小将也翻身上马 坐马铃枪 俩人 直奔 神庭岭之上 那位说 太史词 这个胆 是不是也太大了 确实是 说 医者 你就真不怕 孙策有埋伏吗 你又不知道 孙策是什么样的人 这辈子 头一回见孙策 是吧 你哪知道孙策傻的胆 真敢一时三计上 神庭岭 二一个 跪主公不让你去 刘瑶不让你去 你敢私自上神庭岭 主公不让我去 我也得去 你多胆子 即便你拿了孙策 你回来 这也不是公吗 刘瑶也得罚你 就这么大胆子 就去 这就是东来太史词 所以呢 就到后边 您看太史词和孙策和孙建仁 就为什么一见如故 神庭岭 孙策大战太史词 那真是不打不相识 是吧 到后来太史词就归顺孙策 那是孙策身边心腹上将 俩人真是有交情 俩人真好到一块去了 就跟周瑜跟孙策是有点那个劲头 所以兴兴相惜 俩人真有对脾气的地方 太史词就是胆大 孙伯福也是胆大 孙家爷们胆大 跟太史词这胆大 就胆大的一块去了 俩蜂蜂一块去了 不要命的碰见不要命的 是 所以彼此这么一看 都觉得连相 太史词啊 这个前文书呢 刘玄德北海救恐龙 是吧 然后挥兵到徐州 陶公主 三让徐州 那会咱们说过这个太史词 从北海杀出去 当时管害率数万黄金贼围住北海 太史词闯英报号 奔平原 把刘备给请来 那也胆高大 数万黄金贼围住北海 太史词一人一计冲杀出去 这个在三国演义里边呢 就到这了 在三国志和其他的史书里边呢 对太史词呢 就更有记载 描写的多 描写的更多 这时候呢 太史词在神庭岭 憨战孙策 这一年呢 刚才咱们说了 已然33了 头流窑的时候呢 走下坡路开始的时候呢 31 再往过去这10年呢 就是太史词21的时候呢 在他这个州郡内呢 他是在郡内 州是州郡是郡 在郡内呢 太史词呢 是任奏曹史 任这么一个官 这个奏曹史呢 是个什么官呢 就是呢 这个州里边或者郡里边 要派人到洛阳去面见 这京官面见上级 向上级汇报 向上级乘送文书的 这么一个官职 叫奏曹史 网上送文书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太史词所在 这个郡呢 他和这郡 他和这周呢 周郡不合 郡守和周牧 俩人就经常死掐 那么就有一桩公案 郡守说这周牧犯罚了 周牧呢 说郡守犯罪了 两边呢 都要把各自的文书呢 往哪成呢 就往洛阳成 哎 在那个年月呢 这个洛阳 这个有司上级官员 就根据什么来判断 是周里说的有道理呢 还是郡里说的有道理呢 就看谁的人先道 哎 因为呢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哎 这个周里的官和郡里的官 在当地都是大员 你都 都不好惹 而且你没法调查 哎 就是谁先把这文书呈上来 上面这有司 上面这官员 打开这文书 这么一看 不听不听 是吧 哎 打开这文书 这么一看 说这个 好 有道理 两边都写的有道理 那还不容易吗 哎 那边就算输了 所以呢 这周里边和郡里边呢 就都是派流星快马呀 哎 派人往这个洛阳呢 就送这文书 嗯 这郡里边就听说呢 周里边已经派了新府人 做齐快马 快马嘉宾 就星夜赶往 这洛阳去送这文书了 郡里边呢 就派了 太师傅 就请太师傅你 同样 昼夜兼程 是笨王 洛阳 太师傅三天 就不睡觉 哎 这人不离安了 昼夜 狂奔 就奔至 洛阳 他是后发先至 所以先至多长时间呢 先至功夫也不长 太师傅刚到一人一马呀 好 如风赋电 就奔到这衙门口 就地文书这地儿 奔到这衙门口 太师远远的看着 那还有一匹马 风神仆仆 哎 这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四提腾空 就奔着衙门也来了 哎 远远的一瞅啊 看这打板穿着 这就是跟我一样 奏草使 负责送信的 哎 八成啊 就是这个州里边啊 派的这送信的 啊 因为这两天啊 就玩命往这送啊 谁先送谁赢啊 太师司下来 喘息烧定 哎 把身上这个涂痰痰 哎 把外边风尘仆仆啊 把外边脏衣上 这么脱了 哎 换了一身啊 稍微干净一点的衣裳 把马呀 哎 拴到后边藏好了 就看那位 这个快马的使臣啊 就奔至面前 翻身下马 跟这喘 跟这喘气 哎 这马尚啊 也要到衙门 就递这文书 太师 趁这位 不注意 太师这么一拧身 好像太师司 是从这衙门里 出来的一样 我从里边出来了 哎 过来一问 这位仁兄 是来送文书的吗 这位从马上下来 还喘呢 还喘呢 啊 这一瞅 是这儿啊 确实是这儿 出了一个人 哎 问我要这文书 哎 您是 我衙门里的 嗯 刚出来 哎 这个您是不是送这文书 是是是 我是送文书的 嗯 是这样 填这个文书啊 往上填这奏表啊 嗯 它有个格式 你知道吧 姓名 籍贯 填表 出身 填表 哎 得有个格式 哎 您把您这 这文书 拿出来啊 我我我瞅瞅 我瞅瞅你填这格式 有没有不对的地儿 嗯 一会儿进去 啊 大人就看了 大人在看的时候呢 你要是填表填的不对呢 大人就恼了 可能就耽误你这事了 哦哦哦 您您 您想的周到 是这样 一听这是办事员啊 嗯 办事员 这位赶紧从兜里边 把这 把这 把这文书拿出来 这文书是 东汉 那时候是写在卷博之上 不是写在纸上 写在卷博之上 来来来 展开了 哎 您您您 您看看 这文书在这 泰斯斯拿过来 这么一瞅 没错 嗯 周历的 嗯 周历派人 哎 来告我们这个军手的 告我们老爷的 就是他了 嗯 好 拿这一转身 蹭 从怀中 抽出一把小刀 擦擦 给拉了 擦擦擦擦 这手着快 呱呱 变巴包了 啊 全给拉碎了 哎 这位呢 一眼没看住 再一炒祸 啊 年轻人不讲武德 哎 全给拉碎了呀 哎呦 你干嘛呀 是啊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给我拉了 嘿嘿 真兄 我实话告诉你吧 啊 我呀 不是这衙门里的 我是打郡里来的 我这等你半天了 嗯 哎 就等你啊 把这文书已呈上来啊 我给他拉了 嗯 不是 这位都快哭了 你拉了 你拉了 咱们都是办公事的呀 对啊 人兄啊 设身处地也将心比心 是吧 你也办公事 我也办公事 啊 我不管周里郡里怎么着 我把这送来 我 我交给老爷 就没我的事了 这个 我这让你拉了 我回去怎么交的呀 这我全家老幼 怎么办啊 啊 这我这公差 我 我丢了呀 是 啊 这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这 你怎么能赖我呢 我不赖你赖谁呀 你拉的呀 谁让你给我的呀 嗨 啊 不是 是 你要我才给你的 我要你就给我呀 你傻呀 我不傻 不傻你怎么留鼻子 你管着吗 嗨 跟留鼻子有什么关系 哎呀 给这位给气的 太史斯说 得 甭废话了 啊 你看现在是怎么着 哎 我给你啊 两条路 反正也来了 哎 你这你这文书也没了 哎 你像在 再进去这个 送这文书啊 那是没有了 但是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呢 咱俩出去 你呢 跟我打一架 嗯 结你这心头之恨 这位一瞅 太史斯 好 这么高这么爽 嗯 啊 虎背雄腰 太史斯双 双手过膝 嗯 大肠胳膊 轻疏 圆壁 嗯 长得魁伪 面似淡金 哎 这位一手打不过呀 嗯 我跟你打 我打不过你呀 既然打不过 我还有一条路 嗯 咱俩呀 跑吧 哎 跑了得了 哎 你趁啊 州里边不知道这个事 是不是你呀 遣回州里 你把你媳妇孩子 接出来 哎 你就够奔天涯而去 你再奔一周上别地谋公差去 哎 他们也没个微信 不会到处摇你 逮不着你 跑吧 这位一听啊 确实也是没辙 嗯 哎 也没辙了 我打他我也打不过 那怎么办啊 哎 这位无奈之下 上得马去 就回转州府 带着家里人远奔他乡而去 这位就走了 嗯 泰士斯这事就算办成 嘿 你说这事办的胆子得有多大 嗯 在洛阳衙门前头 啊 他敢在这 把人家 这这公文 拉了 拉小刀给拉了 你说这多的胆子 嗯 所以这事办成是办成了呢 可是呢 这事就传开了 嗯 哎 这个 在整个州府里边 不光郡里边 州府里边 大伙都知道 泰士斯办了这么件事 嗯 就有人 要算计于他 那州府里边 肯定有人恨他 嗯 所以泰士斯回来 哎 跟这郡守 呃 秉明此事之后 说我把这事办成了 就不能在此地久留 所以远奔他乡而去 泰士斯才远奔辽动 嗯 所以咱们说 这个泰士斯北海救孔荣 然后上这个平原找刘备借兵 那时候说泰士斯从辽东回来不久 为什么去的辽东 这就是去辽东的缘由 所以好些年不在家里边了 不在家里边呢 这个老母亲住在这北海城外二十里 哎 孔荣呢 对这个泰士斯的老娘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当时说了年供柴月供礼 因此才有 东来泰士斯就是报恩这一节 嗯 所以呢 咱们这个说一个倒笔书呢 讲一讲泰士斯年轻时候的故事 就为了说泰士斯其人就俩字胆大 跟孙策就胆大的一块去了 俩人就跟赵敬子一样 哎 泰士斯带着这员博袍小将 俩人哎 两匹马 四提汤帆是直上神庭岭 孙策 连这个帐下这上将一共一十三计 在岭上探看刘瑶的营寨 探看一臂 看了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正要下岭归寨 突然之间听得马挂链声响 马蹄汤帆 就看见从这小路之上 就飞上两匹马来 从岭下边就飞上来了 当先一将 口中高叫 孙策休走 哪一个是孙策 孙策心说怎么着 刘瑶真敢派人上领 一十三计就椅子排开 孙策就沉于这后边一十二计之前 后边人椅子排开 孙策站在前头 定睛观桥就看飞上来这两匹马 前边这一匹马上坐定一人 这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就七尺七寸 说七尺七寸 姚明才七尺六寸 那是一个 那是英尺 七尺七寸也就不拉得利了 是吧 两米二九没那么高 别来这套 汉潮 咱们前文书讲过 一尺那是零点二三米 零点二三米 所以泰史词身高七尺七寸 和现在就是一米七七点五 你我这身高 其实我这七八 是吧 我早上起来七八 到晚上就抽手了 还不到了 是吧 跟咱们 跟咱们差不多高 身长在七尺七寸 看脸上就面似淡金 直升得 见眉虎目 鼻指口阔 海下的常然 说海下常然 说您要看电视剧 里边这泰史词 可没胡子 对 也是少年英雄 那排的不对 咱们说了泰史词 三十三岁 孙策二十一 他们俩不是仿佛年纪 大一轮的 比孙策大一轮 而且三国志里边说了 说泰史词 美虚然 虎背熊腰 就双手过膝 头戴青铜龟 身披青铜甲 坐下马 掌中一条大枪 背背一顿 短霸 宾铁脊 泰史词 纵马飞上领来 一瞅 对面 这些员将 一字排开 就当先一将 说这员将 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得有八尺 开外 只生得是 虎背 狼腰 面赛 晚霞 红中透子 没分八彩 莫尔朗星 头戴 赤金 烈焰官 是 猪鹰 倒挂 身披 黄金锁子 大叶 连环甲 外照 一件 紫袍 下袖 海水 江崖 坐骑 伯龙马 掌中 一条大枪 威风 凛凛 煞气 腾腾 泰史词一看 果然 少年的英雄 好生的鹦鹉 口中高叫 哪一个 是孙策 快快 是前来 受死 对面 这员将 朗声 大笑 孙策 就是 我 我就是孙策 孙伯伯 怎么 两个人 就敢 上岭 来 勤我吗 你胆也太大了 孙策 勤你 还用多少人吗 可认得我 东来 太史词吗 呸 我世代 公侯 谁认得 你这 匹夫 骂了 太史词 勃然大怒 马往前窜 宁掌中 大枪 是直取孙策 孙策 一举大枪 同样 马往前窜 二人 马打盘桓 插招换势 就站在一处 孙策后边 这些上将 成普 韩当 黄盖 蒋亲 周探 说主公 跟你一块上 孙策 别来这套 列位将军 与我 关敌 廖阵 待我 是单人 独计 就取此人的性命 一块上 算什么呀 是 宁掌中枪 与太史词 站在一处 俩人 这场杀 漂亮了 八个马球 轮流转 四条 宝贝 上下翻 那真是 骑逢 对手 将欲 良才 战五十和 就分不出 上下 输赢 太史 孙策 打热闹了 后边 成普 黄盖 韩当 这些上将 后边 官桥 不由得 暗条 大使 好厉害 我主 坐下马 掌中枪 纵横天下 无人能敌 有靶子 这能难 我们知道 我主 少年的英雄 对面 这原将 在我主面前 走数十回合 就不落下风 也有把刷子 有功夫 二人战五十回合 难分胜败 打着打着 太史词多个心眼 怎么样 太史词一想 我 这么一瞅 这孙策 果然也不含糊 有能耐 虚余之间 我取他不下 不是 一招办事 三两个回合 我就能刺他 于马下 孙策 确实有能耐 这已经走了 三五十个回合 但有一截 要再打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要斗我不过 他身后那还有十二位 我这就带了一位 就一位跟我上 我在这岭上 跟他斗 万一我们俩打半天 他一瞅啊 一打一不灵 单挑不灵啊 我群殴得了 他那十二个一块上 十三个打我们俩 那我可就吃了亏了 不能在此处接着战他 太史词想到此处 说我诱他道义偏僻所在 我再与他继续敖战 不吃 太史词就虚晃一枪 拉个败事 战马是跳出圈外 一拨码头 双足一点凳 道托掌中大枪 人往这铁锅梁上 一趴 这匹战马 顺着这小道 俩人这是在领最上 顺着这路就跑去了 可是太史词 可没奔来时候的路跑 他来时候 是从岭南上的岭 从这条路要跑 就跑回刘瑶的营寨 他没奔那跑 太史词觉得奔那跑 没意思 他顺着另外一条道 跑去了 孙策一瞅 赶走 那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这还没见上下输赢呢 孙策一催马 也坠下了 后边 黄盖 寒当 成普 我这些上将一看 麻了爪了 主公 唯恐 敌军事迹 是诱如深入 真敢追 一人一计追 叫不回来 跟着主公 一块追 这12个人 跟着孙策 就追孙策 马快 太史词马也快 俩人在前面跑 这12个人在后边 往下跑 太史词一边跑 一边回头看 孙策 在马后边追 约有一箭之地 马头够着马尾 再看后边 孙策那12计 孙策那12计 后边 是跟我上来 那不知名姓 那小将 在后边追那12计 所以这10来个人 是追成4个阵营 这么往下跑 往下跑 太史词心中暗想 这段有意思了 这是三文言语言文里边 说太史词一边跑 一边想 说这个 必得跑到一个 他们追不着的地儿 说为什么呢 说即便 我要是把孙策 给逮着 我把他拨弄到马下 我把他逮着了 他这12计追上来 也能给他救回去 就是说太史词 这个潜意识力 压根就没想 我要打不过他 怎么办 没想过这事 没想过这事 就胆多大 多浑 多横 这么一位 马往下跑 孙策在后边追 太史词边跑 边拿眼角的余光 往后扫 听这马挂 轮铃声响 一开始在后边 马挂轮铃声一片 后边马多 追着追着 就听见 就这一匹马的声音 就孙策追了 后边那12计 还有那小将 那13个人 不知道哪去 泰尔斯心说 这回差不多 马再往前跑 跑到这神庭岭 半山腰 这又有一片平坛所在 开阔地 开阔地 泰尔斯一瞅 就是这 马往前一蹿 到这开阔地 站马往回 这么一圈 掌中一横 这条大枪 孙策 你以为我怕你 啊 这回你就一个人了 后边依然没有了 你我今天 必要决一胜负 来来来 你我是 再战200回合 孙策也不答言 马往前蹿 掌中枪 高举 二人又站在一处 各位 就说这江东 江东上将之间 这交锋 您看这整个三国演义 这部书 庞杰书 是吧 这有名的单挑 上谱的这些单挑 咱们前面讲了 虎牢关 三战旅步 是吧 到后来 虎吃 站马超 是吧 再后来张飞 站马超 还有长板坡 赵子龙 一个人杀 七出七入 独挑这些 曹军上将 但是大家看 这个 这个上将之间 这些单挑 就说 在东吴之地 要一打一 整个这部书里边 就憨战最凶 就今天这场书了 泰尔茨 憨战小霸王 说话之间 二人马打盘桓 插招唤势 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 烟尘荡起多高来 双枪并举 又战了五十回合 就难分高下 这回战五十回合 孙策心里烦 孙策心想 泰尔茨好生英勇 对面这边上将 我世代公侯 站不过这匹夫 我拿他不下 这刘瑶的营中一将 出来 俩人就敢上神庭岭 上来拿我 我拿他不下 我如何平定江东 说实话 创江东事业 我觉得我快马掌中枪 无人能敌 我这能耐可以 没想到到的江东 我就碰上对手了 这人怎么这么厉害 孙策心里边越战越急 本身也是急脾气 胆大的都是急脾气 胆大没有慢性子的 心里这么一烦 哎 这手里边 就稍稍有些迟满 心里一动 就不像刚才全神灌注 在这招式之上 二马这么一错凳 孙策大枪 往前这么一地 太子闪身躲过 涮这枪杆 从斜死里 这一枪扫过来 直扫孙策的腰间 孙策这么一侧身 这枪扫过去 差点没处上孙策 再想躲 可也躲不开了 孙策呀 枪交右手 左手空出来 砰 万机之间 这一把 就把太史词这枪杆 给抓住 给耗住了 在这夜下这么一扎 这一下 就压住太史词这杆枪 压住太史词这杆枪 孙策 这左手压着这杆枪啊 夜下这么扎着 右手腾出来 右手掌中枪啊 凝掌中枪 单手持枪 冲着太史词就扎 太史词这么一片身 这一枪 刷 走空从太史词这夜下 就穿过去了 太史词也是万机之间 砰这么一伸手 把这孙策这枪杆 就给抓住了 是夹在自己的夜下 俩人各抓对方枪杆 是夹在自己的夜下 俩人在这马上 这就驶上进了 这两匹马 这八个马蹄 这就转开了 人在马上驶着进 这两匹马呀 在这个 在这 在这地上 也驶着进 这马就转了开 走开了 他他他他他他 八个马蹄就这么转了 俩人平生之力 就叫到这两杆枪之上 你是瞪不过来 我也瞪不过去 孙策这边高喊 你给我撒手啊 太史这边高喊 我不撒手 你也给我撒手啊 你撒手 你撒手 你撒手啊 咔嚓 好 这俩人这么一较劲啊 这两匹马在底下烦了 这这俩马呀 一打踢 干嘛呢这是 是不是 他们俩这使劲 弄得咱俩转身默默呀 咱俩又不是驴 是 啊 哎 这俩这俩马呀 这么一侧身一拧 孙策太史 这么一较劲 俩人从这马上 从这两匹马中间扑通 这地上 从马上就砸的地上了 哎 这两匹马呀 各往左右奔开 太史和孙策就落在平川 往这地上这一掉 好 这枪啊 本能也撒了手了 俩人必得先保护自己呀 先得撑地呀 先得护头啊 扑通就掉一块了 哎 再起来 这枪掉到边上 说再摸枪 说蹭 怎么着 鲤鱼打挺 蹿起来 各位 没有 为什么呢 各批窥铠甲咒 头上有窥 身上灌甲 各位 没那么容易窜起来 马上降 哎 这窥甲不听啊 你 你想下了马 跟这个平地上 你想跟这连窜带棒 猫窜狗闪吐滚英帆 不可能 太沉 挂上了 说这虚余之间 这俩人掉下来 哎 这会着急 怎么说再卸甲 那来不及了 哎 所以俩人啊 让这盔甲 这么坠着呀 好 砸的地上 说想站起来 一时之间 站起来都没那么容易 另外什么 俩人还互相抛着呢 哎 这还没起来 这找不着枪 这一伸手 砰 太子先把孙策呀 就给抛上了 孙策一瞅 敢抛我 砰 一把 好 也把太子 给抛上了 好 俩人刚才还马上插招换室呢 这会下来就改了香铺了 哎 俩人就揉的一块了 哎 太沉啊 你想站起来 插招换室 不可能啊 哎 在地上是连翻带滚 好 就打的一块了 哎 这个给这一拳 哎 这个给那一大嘴巴 哎 反正啊 捡着呀 是哪啊 我就 我就打一把 哎 捡着有哪 我就捶他一拳 互相这么一抓好 这下可热闹了 俩人是满地的翻滚 哎 这俩人互相抱着这么一翻啊 各位 这这孙策呀 抱着泰史词 这么一探手 伸在泰史词 这后背上 泰史词刚才咱们说了 被插两把短把 冰铁挤 泰史词这时候说 自己给自己这挤 抽出来都抽不出来了 但是孙策能抽出来 哎 孙策这么一探手 他 从泰史词背后抽出一把 短铁来 有家伙了 俩人太近了 各位 有生活经验啊 俩人太近 这短铁呀 说短铁 那是跟这长铁比 是吧 哎 这个 这铁呀 也有个二尺来长 你拿这铁呢 俩人揉不到一块 你不好扎 另外身上有盔甲 所以抽出这铁来呢 就抡着这铁 在泰史词身上 胡打 乱打 也没什么招式 没什么招式啊 没什么招式 这就跟俩拳击手 这时候已经抱在一块了 抱在一块了 是不是 哎 只能胡揣了 这个 这 这 这泰史词一看啊 怎么着 给我这短巴 冰铁鸡抽出来 砸我啊 泰史词在孙策身上 胡搂啊 一把 那就逮着哪 耗哪了 耗着哪了呢 顺着孙策 这头盔孙策带着赤金烈焰棍 赤金烈焰棍往下 咱们一耗 耗到哪了 耗到孙策这 搂海带上 嗯 搂海带 下不这棒 嗯 耗这棒上了 嘎嘣 这么一抠着 你搂海带 把这棒抠开了 哎 这么一伸手 好 把孙策在赤金烈焰棍 给耗下来了 把头盔摘下来了 你这边拿这几打我呀 我耗着这头盔 我打你 哎 俩人啊 你耗着我拨领子 我揪着你的这个假照 一个人拿这短几 一个人拿对方这头盔 俩人是批面乱他 好 说实在的啊 这个画面难以想象 是啊 因为咱们刚才讲半天呀 这个这是三国演义 这部书里边 说东吴两员上将之间的交锋 神庭领 孙伯福 憨战 太史词 整个东吴最激烈一场单挑 就打成这样 跟俩小孩打架一样 到最后哪有招式 满地乱滚 满地乱滚 搂着胡打 啊 这个要说这个 要说这个就是小孩打架这个事啊 不知道各位看的多不多 嗯 我我有很有经验 那您最近是看的 我看的很多 嗯 我看的很多 因为我儿子就三岁 刚三岁 三岁两个月 正是小孩打架的时候 嗯 杨核桃性格很好 嗯 虽然身体很好 嗯 但是呢 他他不乱打 嗯 不乱打 哎 回家他就使劲打我 哎 论拳头 他打我 他那拳头真是挺重的 真使劲 这真使劲 因为他打我的时候 我跟他躺 我经常跟他输 嗯 我说你呢 就跟我玩 跟爸爸玩呢 你这么使劲可以我躺你 我说你跟你姐玩呢 你千万不要这么 你姐能打 千万不要这么使劲 打你姐 你姐受不了 他姐确实受不了 谁也受不了 除了您之外 因为确实是劲儿挺大的 有一回我就蹲着 他从后边偷袭我 给我后心一拳 真的 我就是 我觉得我 不夸张 20秒没喘过气 刚才三岁 您别着急 我还想多活些 这个谁呢 但是我儿子呢 他不跟小朋友打架 他就跟一个小朋友 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 叫狗子 狗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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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挺有意思 起小名叫狗娃 那小朋友长得特别可爱 狗娃的爸爸呢 经常就是不在 他是出差 他妈妈呢 经常带这个狗娃 上我们家里来玩 狗娃的阿姨呢 和我们家 和羊核桃的阿姨呢 是同乡 老乡 这个好朋友 所以呢 就是狗娃和羊核桃呢 就经常在一块玩 这个狗娃呢 比核桃呢 小半岁 一跑起来 狗娃可胖 圆圆胖胖 是吧 跑起来 特别肉头 跟小企鹅似的 也贼可爱 贼可爱 他这个 因为小半岁呢 就是他 很多时候呢 他还 就是没法完全控制自己 狗娃经常哭 狗娃爱哭 经常哭 这个 这个谁呢 羊核桃呢 跟别的小朋友呢 都不打 唯独跟狗娃 他呢 跟狗娃呢 俩人呢 就是抢一切东西 抢一切 两人互相抢 你是抢一切东西 其实按说呢 他跟别的小朋友抢东西呢 我们都拦着他 就不要跟别的小朋友抢东西 唯独他跟狗娃 因为两个小朋友太好了 他们俩人玩的方式 就是抢东西 对 而且打呢 也打不到哪 去两边 阿姨也拦着 是吧 两边阿姨也是好朋友 所以呢 我们对杨核桃和狗娃在一块玩呢 我们就比较放开 他要跟别的小朋友一块玩 没有啊 不可以 他跟狗娃 俩人抢一切 这个玩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这个核桃金 啪 拿出一个超级飞侠 他俩手就要拿 超级飞侠 拿出一个超级飞侠 我的 我的 小爱 粉色的 粉色的 我的小爱 狗娃就得说 我的小爱 我的小爱 他就说是他的 我的小爱 对 我的小爱 我的小爱 和他 我的小爱 俩人啪 打起来了 这就打起来了 这就打起来了 话递的也不多 这就 没有 没有 将场之上相遇 不打话 话不投机 也不打话 直接打 直接打 这一般的杨核桃 就给狗娃给恩迪上了 起狗娃身上 起狗娃身上 两人这么一打 然后狗娃就哭 杨核桃有时候也哭 两边阿姨一上来 给拉开了 就这样 狗娃要拿出一个 什么了 我的汪汪队 汪汪队 杨核桃就 我的 我的汪汪队 我的汪汪队 狗娃 我的我大 啪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话不到三句 比如说地上 地上捡一树枝子 地上随便捡一树枝子 随便捡一个 我捡了一树枝子 杨核桃 我捡了一个树枝子 狗娃 我的树枝子 我的树枝子 我的 打起来了 啥也能打起来 你知道吗 啥也能打起来 玩 那天正玩的 我去了 杨核桃 一只我跟狗娃说 我的爸爸来了 狗娃一只我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杨核桃 我的爸爸 啪 打起来了 给狗娃 nd上 辛苦这俩娃 一会儿俩妈打起来了 那没有 那没有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叫杨毅 我的爸爸叫杨毅 打起来了 所以这俩人天天就这样 所以我对这个 对这个 颇有经验 小孩打架 这个事就是 就颇有经验 俩人 俩人摁的地上 就一通的乱打 这个持短巴 宾铁鸡 那人抓着 这个孙特的 这个赤金烈焰官 俩人就打 开始是打 到最后怎么样 说句俗话 就撕不上了 管你那个 这连头发也揪上了 这一把 这头盔不掉了吗 孙特这发剂也揪开了 孙特这吃啦 这一伸手 泰士斯这战袍也给撕了 孙特这金甲外边 还罩的紫袍呢 下袖海水江崖 泰士斯一伸手撕啦 给孙特也撕了 俩人身上一柳 一柳 脸上挠的一道一道 满脸是姿泥 头发都散了 跟着地上就撕不上了 好 够15个人看半个月 这二位大哥 这样大了去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三国演义 这部书里边 东吴第一场杀 好 好生厉害 我跟你说 哪成这样 俩人正撕不上呢 好 就听得人喊马斯之声话 人马昼志 这一下孙策推开太士词 俩人蹦起来 孙策闪目观桥 就要了 亲命了 刘瑶的兵马旗帜 人家人来了 飞上令 刘瑶亲率兵马就上了令 刘瑶听说了 说太士词就带着一个人上令而去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刘瑶心想 这 什么情况 派人探听 领上不闻厮杀之声 这说 这如果孙策要有埋伏 必然是有厮杀筋骨之声 领上听不见声 我得带兵看看去 带了一千兵马就飞上令来 孙策这一瞅 刘瑶兵马 咒指 这怎么办 我能再打那一千兵马 飞上令来 就这时候 后边马挂 轮铃声响 成朴 韩当黄盖 这个 蒋钦周太 这一十二纪 从后边也追上令来 就追在这平地上 这十三纪 那边一千人 也斗不过呀 孙策和太士 站起来 成朴啊 看成朴啊 坐下马 成朴这边还牵着一匹马 成朴把孙策那马 给牵回来了 这马刚才跑了 让成朴给牵回来了 太士词 从刘瑶镇中 也取了一匹马 翻身上马 这边孙策 也从地上 提了枪 这边还滴露着 太士词这短霸 兵铁戟 翻身上马 太士词也一样 提了枪 这手滴露着孙策 这赤金烈焰官 也翻身上马 这边一十三纪 刘瑶这兵马 一直一瞅那边 好 才十几个人 当真只有十几个人 刘瑶正要 发令 就十几个人 兵马于我 冲阵 勤住这责重 拿他们 就在这时候 就看岭下 哗啦口啦 又一镖 人马 是杀上领来 高打旗帜 就周瑜周公谨 周瑜带兵马杀到 就知道孙策带这一十三级上领 半天不回来 恐怕要有麻烦 周瑜必得派人来接应 周瑜带人马上领 与刘瑶这一千兵马 就混战成一团 战的功夫不长 突然之间 打西北前天 突然间飞来一块云彩 看了这么一刀立闪 哗这么一声劈雷 大雨下来了 暴雨这么一下 没法打了 是各自收兵 孙策和周瑜带兵回陵北 刘瑶太史茨带兵回陵南 回的营宅当中 放下刘瑶这边不表 孙策回的营里边生气 你我率兵创江东这事业 这才到神庭岭碰上一个人 对面上来这傻小子 跟我打半天 今天我们俩斗了 再马上斗了 都要一百多回合 从马上掉下来 这就不好数了 打了这么长时间 南分高下 我要寻死人不下 咱们怎么破这个刘瑶 怎么图取额 周瑜周公寅说 主公休忙 我有一计就扶我上来 就如此如此 次日 孙策就沉开兵马 列兵于这神庭岭下空地之上 就担要刘瑶和太史茨 出来说话 孙策让这个前边有兵族 高挑着太史茨 这短霸宾铁戟 在镇前叫骂 孙策自率人马 就沉于门旗之下 兵族挑着这宾铁戟 镇前高寒 说让那太史茨 出来说话 连你主公刘瑶 在太史茨出来说话 太史茨看见没有 太史茨的戟 昨天他要不是跑得快 他就完了 这跑得快点 看见没有 他这个 看家的这发宝 这兵刃 让我们给拿回来了 搅和了 搅和了 看见没有 这高挑这几 太史茨 战败了 太史茨一听 孙策 陈兵于领前 跟那讨敌骂阵 怎么着 还高挑着 我这短霸宾铁戟 说我战败了 亏心不亏心 谁战败了 太史茨气坏了 跟刘瑶这么一请命 说我也率3000兵马 领前列阵 刘瑶一瞅 太史茨昨日上的领去 这听人说了 跟孙策杀得难解难分 不分高下 太史茨 有点能难 有功夫 给太史茨3000兵马 阵前列阵 太史茨 坐马于门骑之下 也派了兵足 兵足拿这大枪 高挑着 孙策 这赤金烈焰官 你不是调我这短霸宾铁戟吗 我让兵调你这赤金烈焰官 高挑你头盔 你不是说 昨儿我输给你了吗 昨儿我输了 是不是 这个 我把兵认输给你了 我挑这头盔 来呀 孙家兵马且看 孙策的人头在则 看见没有 脑袋我这挑着呢 你别废话 我这兵铁戟在你那 算什么呀 你这三军主将 这脑袋 在我这呢 也派兵士于阵前 就朗言大骂 太史茨 双足一点 邓科废武善 自门骑之下 就窜至阵前 一横掌中大枪 口中高叫 丹药 孙策孙伯服务 阵前答话 昨天咱们俩在岭上 这一场杀呀 别废话 你也甭啊 挑脊 说大话 我也甭挑头盔 说大话 咱们俩呀 打成什么样 咱俩心里明白 难分个胜败输赢 今日你我在阵前 再走三百回合 只看门棋一开 冲出一员大将 坐得马上 一员老将 须发花白 掌中一条铁脊蛇毛 呦 不是孙策 这是昨天 跟着孙策 一时三计 那后边有一位 来讲通明 我乃是孙策将军 坐下称臣 大将 成谱事业 老将成谱 成德谋 手持铁脊蛇毛 就纵马出阵 泰士词说 你来干嘛 我这枪下 不杀无名之鬼 你快快回去 让孙策出来 与我交锋 呸 你这无名之辈 我家将军 懒得跟你打 且让我 取你向上人头 成谱 马往前窜 一横掌中 这条铁脊蛇毛 与泰士词 就站在一处 泰士词 白掌中 枪招架 二人马打盘缓 插招换势 战了也就有 三十个回合 成谱也好样 掌中铁脊蛇毛 孙策 仗下 头牌的上将 泰士一时也拿 成谱不下 但是就打了三十个回合 刚打的这儿 就听见 本阵之中 一棒铜锣交瘁 就有人 鸣金收兵 呦 我这刚打的热闹啊 刚三十回合 未见输赢 孙策也没出来 怎么本阵之中 就鸣金收兵啊 成谱 我阵之中 鸣金收兵 你我是来日再战 成谱一听啊 圈马跳出圈外 好 既然鸣金收兵 你且收兵 我不派兵赶你 咱们是疆赏之上 咱们斗的是义气 哎 你自撤兵 泰士 率兵回营 面见刘瑶 看刘瑶坐的大仗之内 泰士奔进大仗 说主公 我与那城府 刚刚站了二三十个回合 未见输赢 今天孙策还没出来 咱们怎么就能明金收兵啊 刘瑶说 太史将军 大事不好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孙策呀 与我呀 两军派军在这神庭领前相聚 咱们打上了 结果怎么样 周瑜周公锦 派人是分兵 是直奔取鹅 嘿 方才有人来报 咱们老家取鹅丢了 说怎么丢的那么快呀 周瑜到那儿 就把这城给取了 啊 四门紧闭 备好了挥平豹子 滚雷石 周瑜攻城 这半日他也攻不下来 是这么回事 这取鹅城里边 有周瑜一个内应 闻听人言 这是卢江人 周瑜也卢江人 这取鹅城里 这内应 也是卢江人 姓陈 名叫陈武 和周瑜 里应外合 他就献了取鹅 到如今 我方 积业已丢 把根据地丢了 这仗怎么打呀 咱们没法在这 神庭领前 再与孙策 孙伯福相聚 太史词说 那为金之计 主公 咱们怎么办呀 咱们往哪去呀 为金之计 你我是兵退墨陵 赶紧奔墨陵 那儿还有兵有将 咱们在那儿聚首 刘瑶就从神庭领 退兵 前往墨陵 张昭当夜献祭 孙伯福 兵分五路 连夜结营 这一场杀 直杀的刘瑶是 大败亏输 孙策 是分兵 是取取鹅 又直奔墨陵 攻墨陵 取吴俊 这才有孙策 孙伯福 坐定江东 陆俊 八十一周之机 咱们再往下说 才由吕奉仙 原门涉及 曹梦德 投打晚成 点威救主 精彩的回目 咱们是下回 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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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